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今天上火線 當然有人說他背叛彰化線 民眾到底民進黨的核心價值 真的變了嗎 打臉蔡英文總統嗎 今天他來到我們現場三十年的民主運動 在風暴當中 對李宗盛來講 從政以來被質疑介入協調偏袒資方 無疑是最大的一個考驗 那麼今天邀請他上火線 太多的問題 依依要聽聽看他的說法 來 舒張晚安 小薰晚安 各位觀眾 大家好 好 謝謝你給我這個機會 不不 我們已經邀請幾個天 署長你終於來了 終於來到新台灣加油 太多太多的問題 我稍後要播放 這一些專業人士 他們對你的期許 對你的監督 甚至對你的質疑 我相信署長在今天晚上 也是有備而來 來看大現場 媒體是主角 我是受媒體掌問 我們是受誰戶 我們不是主角嗎 我跟妳講話 媒體要在哪裡 我就在哪裡 妳現在做黨能力做這麼傲慢嗎 對 我們記者會 我們記者會要 拜託就好 我們記者會直接拜託就好 拜託我們記者會直接拜託就好 不要說我高官在上火 我可以給大家 大家要我下去我就下去 因為你們沒什麼 還要去哪裡 我還要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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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這樣講一下 工作人員不是一天 受運動是三十年 好嗎 現場和王衛伙同交換意見 大家都會有勞工 要照顧 勞工工工 他們對於本來 理所的善意 M16 M17 這一種減量 所有的發電量 蒸氣量 每的使用量 有的排放量 所有現場的要求 他們都不必完全接受 維持這樣的一個承諾 而且M22就暫時不運作 所以第一個 三台機器 簡易台機器之外 整個環境的 環保要求的條件都要到現場 這是一個更短期的 也是我長期三個禮拜來 不斷的 短期大家的看法是一樣的 第二個 中長期 排話要慢慢的 逐漸的調整 然後最後遷移 造化式 這個大家也有共識 所以對造化式 你的現場 中長期是遷称 短期就是減量 可以說是完整遵守 現在我們的相關的 保證的概念 當然基本 剛剛都有共識的話 這樣的一個書表 裡面的內容 大家也有共識的話 就是在立動 或者是斬入 這樣的法律程序上 大家見得去 所以導致的最後區面 這樣的一個僵詞 這樣的見譜 所以他們願意 透過數量的程序 就法律本來 有的數量的程序 來 怎麼樣來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一個爭議 法律的爭議 程序的爭議 讓最後勞工 能夠有工作 所以今天的 所以說今天的 雙方的會面 對這一點 很誠懇的交換時間 大概謝謝 非常謝謝你 首先我想請教 風暴演變到現在 你怎麼看這個發展 第一個 我很欽佩葉光彭醫師 林世賢醫師 還有我們這些同學們 楊同學 很多的這些朋友 他們其實在九月十八號 這樣對於彰化的一個 現民的健康 對空氣品質的要求 我們都高度肯定 大家的想法都一樣 非常的 所以我非常的謝謝他們指教 這一點 特別是那個楊同學 偶爾在這裡 說如果任何時候 將來如果要來環保署 大家來探討環保議題 我都很樂意 但是因為那一天啊 他因為是我們是應媒體 那個空間很小 媒體的機器都架在那邊 也需要站在一個 下雨中 他們下跪 你看到這畫面 我知道 所以必須要站在那個 三個階梯上面 是配合媒體 所以他說高高在上 他說你高高在上 我說不是 是配合媒體 所以我說是不是像媒體 讓社會先瞭解 所以先 因為媒體在趕時間 是因為這樣 有這個誤解的話 我想將來任何時間 我們都可以來聊 但是這一點我是先 來來來來 今天先澄清一下 當天畫面當中所派到 是他們在後門 來你看到 這是昨天在上我們節目的 楊子賢 他說蘇定 你陪著王瑞宇走出去 結果楊子賢跟你呼喊是 你說我不跟你對話 我從事社會運動三十年時間 為什麼 為什麼不跟這些學生對話 三十年前你在從事運動 你也跟他們一樣 他們雨中下跪 他們錯了嗎 為什麼你不跟他們對話 沒有 是因為那個下午我不知道 他們要來 那我們下午有其他的行程 副署長都有行程 我們裡面就是署長 副署長再也就是主任秘書 所以主任秘書 已經去和他們溝通了 就是第三號人物去溝通 在這個狀況下 有三個學生 他們也是很熱誠的溝通 這第一點 所以我想這一點的話 以環保署的有限的人力 和物力來講 我想主任秘書算是很誠意 那我就講 我剛剛就說很感謝他們 將來如果要溝通都可以 但是那個時候 後來會談結束 要送下去 因為媒體一窩蜂過來 在那個狀況下 沒有辦法講話 是媒體要訪問 媒體要我站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才有三個階梯上面 所以他說你高高在上 我說不是 我是這樣才想說不是 所以我現在媒體講話 傲慢 不可能嘛 我才因為 我就是說因為運動幾十年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先用這個來說明 對於葉醫師 這些真的是老朋友 很感謝他們 包括他們在國光石化的奮鬥 包括彰化 因為北邊有台中火力發電廠 南邊有六青 所以中華這個事情 我們很了解 所以我們在協調的時候 一定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那麼為什麼他們會說 你是環保署長 為什麼管道勞動的事情 因為這整個事件 是和環保有關而來的嗎 你有經過授權嗎 小英總統有授權你去介入協調嗎 還是林選院長有授權你去介入協調嗎 當然 因為我們是直接 對行政院長負責 這個院長這是十月四號的立法院的質詢 立法院的公報 十月五號的公報 十月四號的質詢 葉醫經委員的質詢 整個的過程 大概在三點左右 下午三點左右 我就把院長的講話 因為已經問了之後 院長就說 這個案子牽涉到環保和就業的問題 因為當天 還有前一天 勞工都去衝撞縣政府 甚至發生了幾乎流血的事件 除了這個之外 在他並不是 譬如說是排化工廠內部的勞動條件問題 今天這整個事件 就是因為環保相關縣政府要 就加嚴這個排放的標準 這些問題 所以院長說 這個牽涉到環保和就業的問題 如果希望兩者能夠兼顧 必須要符合應有的環保 標準和承諾 中央會在就這些做法上 擔任起協調的橋樑角色 讓雙方達成共識 好不好 這個部分如果說院長的授權 大家如果說院長 不管是在那個休息的時間 院長的交代 秘書長的討論 林奇耀副院長的討論 還是甚至很多的電話的聯繫 如果大家對這些還有疑問的話 打電話給徐國勇發言人 我想發言人可以很清楚 你那意思是說 這當然是院長交代 院長的確有授權給你 這個就站在院長的右邊 院長在中間 院長講完之後 我們才說 我們畢竟這個階段 我都一直強調 整個的這個事情到目前 都還是彰化縣政府的權責 從八月十八號到現在 八月十八號開始 環保署所有的立場 這在環保署的官網上都有新聞稿 還是大家上任何的平面媒體 還是網路媒體 我所有的講話 都圍繞到三個重點 第一個 就是他 這是地方的權責 我們原則上都尊重 所以我們肯定也支持彰化縣政府 但是在這部分我們只能夠做溝通 那因為院長這邊有交代了 院長不管是 所以是質詢之後 院長不管透過任何的管道 指示你進入協調 是這樣子嗎 因為我看到有報導的意思是說 您看到了相關的質詢的內容之後 你覺得這是你的職責所在 所以你決定介入協調 這兩個是不同的問題 所以到底答案是哪一個 我應該是禮拜天 院就對這件事情 給我吩咐這個任務 這個大家可以問陳美玲秘書長 可以問林喜耀副院長 當然院長太忙了 我想院長 你也可以問院長 請教院長 但是發言人是代表性人物 他可以對外發言 大家可以請教他 這都有公信力的人物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吩咐 所以我禮拜一 就已經到彰化縣政府 和彰化縣長 衛冥谷縣長 來了解這整個狀況 所以在禮拜二的院會的質詢 才有剛剛那一段 院長很清楚 院長不只是交代 而且在立法院 對立法委員的質詢 就是很明示 剛剛我唸那個是明示 這是立法院公報 大家我就說 立法院公報 十月五號的公報 就是十月四號的紀錄 大家在三點左右 葉怡經委員的質詢 別抓黑字 這樣就清楚 這一點當然是上面的交代 這一點 林權交代 所以不是小英總統交代 不是 我想現在府院是議題 總統關心他會透過院長 對 院長每個禮拜都和總統 有很密切的一個互動 大家都這麼熟 不管是他們有正式的 我也做過行政院秘書長 院長和總統之間的互動非常頻繁 好不好 這個大家都重大的事情 要去做的 總統是不可能去交代說 這個事情要怎麼做 怎麼做 不可能 總統幾乎是跟你說 要不要做 這樣而已 對 開始是這樣 蘇長 以前我想上任環保署長 林議員署長 讓大家印象深刻 他是第一個 內閣閣員當中 對於他的政策的執行力 展現他的魄力 在新臺灣加油當中 我們也肯定 在這個太魯閣案當中 他展現他的魄力 但是呢 您當時的環保署長上任 展現的魄力是以民眾的健康為優先 有人說 你介入協調之後 偏袒資方 而且枉顧人民的健康 難道人民的健康 在你上任之後的堅持下 已經不再堅持了嗎 真的偏袒資方嗎 這個 這個就當然是很 很冤枉的一件事情 我想是這樣 我就去拜訪縣長 剛剛說到拜訪縣長 縣長其實在我們 就三方面在會面 在討論的時候 他也特別到提到前一天 就是禮拜四 禮拜五會面 那前一天他花了四個小時 他一見面他就講 包括和王瑞華副總裁 他講 我昨天花了四個小時 和我們台化的員工對談 在館長用到四點多小時 館長不是贏贏 沒財事好做 就沒贏 這標記他很重視勞工 他為什麼 他他們對話的四個都重 而且他就講 我去拜訪他的時候 剛剛我講去拜訪他 他就講彰化憲明給他兩個訊息 就是這兩個字的 第一個 65%的彰化民意 要他關掉這個簽查 但七十九%的民意 要他照顧勞工 就是說如果這樣的話 此勞工事業 你真的怎麼樣 對不對 這個問題來怎麼問呢 這個問題的問法非常重要 台化彰化廠 我們先看六十五點一是怎麼來的 彰化憲政府宣布 台化彰化廠停工 請問你是否贊成 來 停工贊成的比例六十五點一 這是贊成的部分 不贊成三十四點九 那再來問到說 當彰化憲政府呢 這個 如果停工導致勞工事業 你認為是否適當不適當 七十九點七認為不適當 我想應該應該百分之八十九吧 應該是更高的比例認為不適當 不管怎麼樣 對對對 這代表縣長他說 他要從此兼顧這兩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剛剛林院長 林檢院長在對業益經委員的質詢 他說 所以要再兼顧就業和環保 環保和就業 就是這樣說 就是完全尊重彰化縣政府 這是第一 第二個 我是公共衛生的學生 我是台大公衛生學系 跟研究所畢業 我怎麼可能不一定是健康 不可能 所以彰化縣政府所有的主張 來到最後一個禮拜 彰化縣政府和台化之間的 整個達成的要求 包括說這個排放的標準要加援 要降到五十ppm 對 現在國家今年年底是六十八十一ppm 應該六十一 但是現在是兩百 但是台化要做到五十 兩年後要降到二十五 排放標準 這第一個 第二個整個量要減少 所以本來是三個鍋爐 三個鍋爐 停掉一個鍋爐M22 彰化縣政府 我都維持彰化縣政府原來的立場 還有標準 彰化縣政府 縣政府就是說 M16 M17 碳的量各減四分之一 碳的使用量各減四分之一 再加上M22 全部停掉的話 所以全部的量是減少大概一半 減少一半 只剩下大概四十五萬噸左右 減少四十七萬噸左右 就是說彰化縣政府 所以這點請大家一定 你的職權 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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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第二 整個的排放量要減少 對 整個瘤的成分要加鹽 所以彰化縣政府 所有的要求 我們都要求 台化全部要遵守 所以完全沒有說 環保署叫台化 還要招到哪有可能 我就是要跳海 所以這點請大家一定 你的職權沒有凌駕彰化縣政府嗎 完全沒有 我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我們都 來 署長你慢慢來 我先播放這段 這段是由獨立媒體 他們在二零一一年所拍攝一段影片 那我想現在三地新聞台 我們長期來 其實捍衛社會正義 也希望海內外觀眾朋友 共同關注這個彰化人的生存權的問題 那蔡英文的這一段的畫面裡頭 非常非常關鍵 為什麼呢 他其實在二零一一年的四月三號 包括他在現場出席的 有蘇貞昌民進黨的前主席 他是出席全民拒絕國光石化 萬人拼健康的參會當中 分別簽署了反國光石化的承諾書 當時蔡英文怎麼說呢 那這段影片到了今年 今年二月二十六號 在蔡英文總統前往台中 台中的火力發電廠去參觀時 一屆許多多的人士 在現場當中再次播放了 當時這個影片的字幕 我們稍後播放這個影片字幕 是由彰化基督教醫院的 副展科醫師葉光鵬葉醫師 跟加州博客來博士 楊澤民博士肉頁 把字幕打出來 才完整地等一下看這段影片 來聽聽看 蔡英文總統當時是怎麼說 也要聽聽看我們的署長 怎麼看當時蔡總統的這段談話 今天我們都在這裡 包括我們的書前院長都在這裡 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 這件事情關切了我們台灣未來的發展 也關切到說 我們是不是準備好 要面對台灣大家的期待的轉變 以前大家要工業發展 以前大家要經濟發展 以前大家比較不重視環境 我要告訴大家 今天已經不一樣了 長期工業化的結果 台灣付出很多 台灣的環境也付出很多 今天台灣越來越多人覺得 我們需要有一個乾淨安全的台灣 我們必須要重新思考 跳出過去的框架 今天是一個很好的轉折點 我可以理解 馬總統面對 產業的需求 跟環保的要求 的抉擇的困難 其實這個困難 就是要領導人來面對 要領導人民 要領導這個國家 跳出舊樓的框架 我們走向一個乾淨的家園 走向一個充滿人文 我們充滿價值 充滿科技的一個新世代 工業生產 大量的工業生產 污染我們的家園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們必須要下定決心 走向一個新的世代的產業結構 走向一個新的世代 台灣的家園的文化 可是 還有國防實話 都不是我們現在的選項 也將來都不是我們的選項 我們要想一想 我們現在要給我們下一代什麼 我們要留給我們下一代什麼 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責任 我們要留下一個美麗而乾淨 可以世世代代在這裡安靜樂業的台灣 大家都是不是啊 當我們播放在2011年這個現場的畫面 而這個影片在今年的2月26號 當蔡英文總統在台中火力發電廠時 這個影片由一屆人士再次播放的同時 蔡英文總統也以這個 我已經被你們套住 來跟葉光鵬醫師做回應 我想請教是署長 你看到這個影片的畫面 在此刻在這個彰化人的關鍵性時刻 在台灣產業升起的關鍵性時刻 有人說您現在的做法被外界質疑 是在打臉蔡英文總統 那你怎麼看 這當然不可能 林院長完全執行總統的這個 可以說是政策指示 整個行政院團隊都是總統的這個政策的執行者 所以我們剛剛我剛剛講的 彰化縣政府所有的要求 我們就是讓它落實 包括你看所謂的這個加強環境保護 按照遵循法令 勞工 這剛剛林院長講的 那這個加強環境保護就是兩個 一個是中長期要簽廠 我們完全支持 彰化縣政府就簽廠 但第一個 限期就是現在要解決這個勞工 和就業這個環保問題 就是馬上就是減整個炭煤的量 就減一半 空氣排放量減到五十和二十五 這些事情我們都支持彰化縣政府 完全沒有改變彰化縣政府 因為我說現在都還是彰化縣政府的職權 但是我們這一台的 二零二八年才簽廠 如果環保標準台化沒有達到的話 為什麼要等到二零二八年才簽廠 為什麼要彰化人還要再繼續忍受十二年 為什麼 小金 我有講 這個都是縣政府職權 但縣長在這樣的談話裡面提到說 最慢是那一年的鐵路高架化 所以都市計畫整個改變 這是彰化縣長 魏縣長 他這樣的一個最慢的一個騎乘 但是往前 他要往前的話就是雙方去談 要三五年又幾 我們說中長期 可能三年五年 他如果說好錢他也可以處理 因為這個事情是從翁金柱縣長 卓博員一直到 所以不是承諾 不是承諾到二零二八年才簽廠 那個只是 想說你的環保標準你就不夠 我就一直讓你受害 不可能 一直到二零二八年才簽廠 這樣對彰化人公平嗎 小金 短期你違規 就是不斷的處罰 不斷的處罰 到最後是可以勒令停工 我這個最重 但是因為牽涉到剛剛講 環保和就業 就是林院長的交代指示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就是整個燒煤的量減半 你看燒煤量減半 這個彰化縣長 要多大的勇氣 三個廠關掉一個 三個爐子關掉一個爐子 他只是停發許可證 目前並不是關廠 這個彰化縣政府的這個 這個新聞稿講得很清楚 就是還是要照顧到勞工 所以縣長那天四個小時 和勞工見面之後 他也特別強調一點 第二天新聞你看 他說我失業過 我失業過 我知道失業的痛苦 是 所以他要兼顧到勞工 所以慢慢 讓這平均四十八歲的人 慢慢退休 那個十年 那其實慢慢在減縮 縮減 整個廠在縮減量 會繼續縮減 那個十二年是最長的期間 是縣長以後 可能如果那個時候鐵路高架化 都市發展 但是 所以最晚的時間是彰化鐵路高架化 在二零二八年 往前 只要彰化縣政府 如果OK 隨時簽場 你們雙方談好 你們隨時 但是有一點 我必須要在這邊 請小薰一定要讓我有機會 向我們的觀眾說明 因為 他們現在質疑你 吳子嘉先生 你跟臺化高層 就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畫面 他從這個時間點裡頭 9月25號 你真的會見臺化高層嗎 有人說 你像臺化高層 所謂的資房妥協 犧牲勞工的權益 而且環保署為什麼此刻 到底憑什麼角色 去介入協調 很好 很好 謝謝你 讓我有機會 這張照片就是 那一天下午兩點 大概兩點半左右 拍了照片 但活動是兩點 一個陸港 反杜邦運動 對不對 陸港 反杜邦運動 滿三十年 這當時是天大地大的 一個環保運動 很大就對了 當時是新店 也關上一個畫鋼腔 兩個都同時 所以柯建銘 是當時兩邊都有參與 所以那時候還很年輕 三十年前 你要像我那時候 他還沒頭髮 現在沒頭髮 柯建銘在這裡 對 所以那天 吳子佳先生說 這有柯建銘先生 有個理應員 有楊憲宏 中間我們那個 中間書後面 是施信銘教授 施信銘教授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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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旁邊還有占長權 這些都有命令的人 在那個地方 有可能做壞事 這第一點 所以吳子佳先生 沒有 他在說 只有這個活動之前 我知道 所以現在怎麼說 他這第一點 跟台化高層有參會 對 他指控第一個是神秘 我稍微講一下 第一個說神秘參會 兩點之前有一個中間 吃飯的時間 神秘參會 然後他講的時間 就是二十四號 二十五號 在地點在台中 那不但是柯建民可能參加 那個周董事長可能參加 那麼李應員一定參加 還有台化高層 好 就是這樣 那時間地點都這樣 我就很具體 讓我也聽一聽說就好 讓我們的觀眾來評斷 他說二十四號 我就是中道是參加 台灣婦女聯合會的募款參會 我拍賣的三張椅子 好像拍賣的還蠻熱烈 我坐在呂副總統的左邊 我這個大家都是公開行程 網路你錄影大可以去調 我那天好像表現得還不錯 拍賣到二十萬 一張椅子二十萬 不錯了 大家肯定婦女運動 總統現在是我們的蔡總統 那麼二十五號 這個人就是我尊敬的好董事 好朋友和前輩 我到彰化 只要有時間一個人去拜訪 翁金豬前縣長 這個就是二十五號的中午 他叫他妹妹 他們現在去買中法肉圓 和那個美国 就是在這個地方 在他的基金會 彰化是延平路 的這個翁前委員 翁現場的基金會 所以我就講第一個 第二個 好可知道有信用嗎 你現在把這個資料來證明 他也可以他的臉書 大家也可以上那個翁委員的臉書 對 所以第一個我講時間二十四號 二十五號 你講了兩個時間點 兩個地點很清楚 都有人 有人證物證 有事情 有影片 網路也可以查 你都沒有上網路去查 當你講二十四號二十五號 你應該去上網一下 這都有 第二個 你再說到這麼久 你一定參加 還有台湾高層 麻煩你 我講出時間地點活動人物 人證物證 我們要扁就要說政府 我把政府拿出來麻煩 五十四五檔 你也把你的證據 你看到什麼人 在什麼活動 你指證立立 你指證立立說時間地點 又台中 又台湾高層 你也說 我當過秘書長 我們要見任何的產業界人士 社會運動界人士 都是公然的公開的 這第一點 第二個 我希望因為他在裡面還講說 他是我的朋友 這樣的一個法律的訴訟 只是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 我是不希望只用法律 法律隨時只要他道歉隨時可以撤銷 任何時候 你是限時他在今天晚上十點鐘 今天晚上就 因為讓他有兩天時間 別說這麼寬 他如果沒有我明天就去告 但是這中間他隨時如果道歉 我隨時撤銷告訴 那我想請教 九月二十四二十五號沒有 那其他天有沒有跟台化高層見面 有沒有其他日子 我們在當場縣長的當場 我就打電話給台化高層 讓他們兩個直接對話 讓縣長他們直接對話 你說上個禮拜五 十月七號的時候 但是有一點我們必須要講 當他說他是我的朋友的時候 我要這樣說 然後朋友是指棒與千里之外 這是倫理的層次 朋友是五輪之一 對北部友好 對朋友的友誼 你如果說是一個朋友 你看到這個事情 你覺得李永遠做人 長期不要做這個 我都不貪不處 那你說我替台北市長到早算 我不要說過 我對台灣民主運動 我不要電過 好不好 所以第一 我也不貪不處 這個東西 你就知道李永遠做人 你如果說 你是我的好朋友 很熟的朋友 你不就先查證 朋友是指棒與千里之外 你自己就說 要用懷疑的口氣 你說 那不可能 他像何博文就說 他有可能 這樣對理事長不公平 應該是不可能 如果他這樣做 我會把它放 甚至於我會唸 我會把它插 都沒關係 如果有 這樣不就要討論 不就要講 這樣不就是南主法 不就叫朋友 這個就是比法律要高一點的層次 這叫五輪 朋友 由於你說你是我的朋友 說話要這樣說 社會做人是這樣 我當然說 你是說我是你的朋友 沒錯 如果說還有熟的朋友 你至少要做到這一點 何況這是網路都有的事情 24號25號 你某個轉移話題 你轉移話題 當時我當然都見過面 一小人都見過面 而且有的媒體說 對 所以我剛剛問 所以署長 十三年前 在最近的風暴當中 跟台化高層 有私下見面嗎 沒有私下見面 沒有 都是功能 我們都有幹部 包括什麼兄弟姐妹 包括太太 這到底真相 是怎麼一回事呢 好 小君 我們就慢慢講 我已經用這個來反正 我沒有時間講 那個其他的人 我就以這個 那我還是感謝葉醫師 林醫師還有楊同學 這些朋友 你們對環保付出 我都贊成 我很感謝你們 你們我的機構 我都可以接受 完全沒有違反彰化縣政府 任何一點的要加嚴的承諾 簽賞的承諾 我們都支持 我們肯定 我長期都這樣講 從八月十八號之後 你可以上網 不管是官網 還是任何民間的報紙 好這第一點 對 那麼第二點 我的太太是十三年前 就離開長庚醫學 我太太在二十年前 當最長庚醫學 這個事情 如果有任何倫理的爭議 請你來來評斷 我都接受 這是第二個 第二個講到我弟弟 我弟弟 是在一個民間的環保公司 這是兩年前 他就在那裡 我是今年才 才接任環保署長 意外接任環保署長 你都知道 你可以請教一下 我們的陳副總統 當時我說五湯 我當時是 都是推薦很多其他好朋友 好不好 這到最後的一刻 林院長才交付這個任務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會接環保署長 但是我以當環保署長為榮 我覺得我們的幹部 我們是小部會 但是我們的資產 都在頭腦裡面 我們的部會 很多博士碩士 學士都專業 又敬業 只有三十年不到的環保署 只有二十九年 臺灣的環保 現在已經改變很多 四十年前我經過台灣都糟糕嘛 但是我們希望現在 我為什麼剛剛特別提 和翁縣長一百萬 對 狀化百萬要出名 詹曹姐不是說 我們希望彰化人 大家心裡狀化 好 署長 您慢慢說 我先聽聽看 林士賢醫師 跟葉匡蓬醫師 對於署長的期待 李宗媛先生 他踹橋 他包括十個七七 他還踹三封 在踹什麼 踹說這個事情要用塑緣來改善 到底是要展延 還是要更新興異動 他紀念踹橋 踹說要用塑緣 結果 這個人是要踹用塑緣的 但是我們知道 五點 大法一團 好像就上這個塑緣師去環保室 套效率很快 他說十天來環保室就要照開會議 要把他審查塑緣 這是假期 政府沒有這種效率 塑緣是三個月來改善就行 你十個月來照開會議 既然公文人員 中華管政府環保局要寫塑緣書 十天來怎麼寫的 十天要怎麼寫 所以到底 李宗媛先生 李宗媛書長 你這個塑緣 你這個塑緣 是特別為台法開的 有特別為台法來做設計嗎 這是我們做的 所以 我認為李宗媛 你感激動還在這個圍 上禮拜五李宗媛他站出來 剛才我們看他裡面說的 他第一個說的就是說 勞工要照顧 我想勞工本來就要照顧了 他說那幾個月 以前台法是沒有照顧完工的 是要放棄完工的時候 沒有 他哪有需要特別請他來說 這個 原工要照顧 本來就是要照顧了 天經地義 勞資本來就是最重要的 大家是修成的 第一點他還有 裡面有提到說 M16-17 要欣負的要求 M22 暫不運作 我想 我會用授餘來講 他裡面的意思是 M22 沒有運作 把M16-17 給他留下來 要 讓他有機會 要再營運 我想 如果我們看這張 M22 其實是更新的 M16-17 其實是更高的 但是它的汙染 我們如果用Nux 待會兒法會來講 一個是50 一個是146 一個是188 高的 比新的更厚實 新的 電腦沒有辦法營運 沒有辦法營運 這好像大家都共識 但是要把高的留下來 我覺得他剛才說的意思 他意思是要把高的留下來 當初 環保局 中華 環保局 三個都保護 你都不可以了 他現在電腦里應援 是要促成 所以大家都在懷疑 環保署長 是不是反環保 來 所以署長 你怎麼看 林醫師跟葉醫師 對你提出的呼籲跟監督 好 這個宿院 宿院 任何一個宿院的案子 進到環保署 我不知道 討論的過程 我也不知道 做成結論 我也不知道 決議公告了 我才會知道出去了 所以他是一個獨立機關 宿院就是這樣 就包括當天 那個上午召開這個 叫做特殊工業區的認定 宿院要審議 審議的結果就是駁回台化 所以環保署就支持 彰化縣政府 所以我一直強調 葉醫師還是林醫師 我一直強調 這個東西 宿院是人民 你去看宿院法 人民還是政府機關 也可以宿院 政府機關 對上級機關的才是不認同 也可以宿院 人民都可以宿院 所以為了環保署 是宿院的必要機關 而你是擔任 宿院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嗎 沒有沒有 跟主席嗎 我剛剛就一直強調 對於宿院 我們是有專門的獨立 的一個運作 我本身不是主席 也沒有參與 我再強調一次 宿院會的運作完全獨立 安靜一下 我不知道 討論我不知道 出去我不知道 完全獨立 這大家可以很清楚 這一點 那宿院的期間就是說 任何事件發生之後 他有三十天內 隨時他可以控宿院 那這個事情 彰化縣政府 我們現在宿院表示 彰化縣政府 自己信心 他本身可以做 要不要駁回 他如果繼續駁回台化 才有去到環保署 很簡單 就是這樣 所以彰化管政府 所有決定 我們沒有改變任何 我們只有支持和肯定 那九月二十二號之後 他們所達成的協議 兩邊都完全一樣 是 我必須要跟大家說 你看彰化現場 現在有九一八 彰化現場 然後又有兩場包圍彰化縣政府 又有五千人宣稱十月十五號 那個 所以你有沒有偏袒任何一方 我現在這麼輕鬆 我偏袒任何一方 我不需要 那一天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 第一個是協助彰化縣政府 對 第一個 因為縣長這樣這麼關心勞工 所以確保勞工權益 所以六天這個時間 行政程序在競爭的時間 是 都有薪水 這小孩這麼不亂 是 沒有六天怎麼說 你不認識的人 不知死人 問題是這樣的 署長 第二個 癌症地圖所呈現的 你不關心嗎 如果真的要協調 是不是應該協調衛福部 他們健康長期做利害 這怎麼辦呢 衛福部 衛福部的權責 因為那一天 院長是交代環保署 就環保和這個就業問題 我當然是處理環保問題 所以環保一直強調是 勞工的部分 是因為縣長坐下來 就講他昨天花了四小時 然後他也很不甘 補助也說 他對這個 事業的艱苦 他很了解 所以他們自然地提出來 對那個王瑞華 副總裁就說 所以如果我們這個 這個行政程序的時間 他們都行水叫火 所以他們兩個 這件事情幾乎兩三分鐘 就解決了 我沒有去找 他們兩個自己說 我 我說 都說你們在九月二十二號之後 任何的加研標準沒有改變 他想問你們所要求全政府的 這些東西 尤其館長所做的決定 縣長在十月一號的新聞稿 彰化縣政府在十月十一號 九月三十四號新聞稿 十月一號補助你去查 縣長說這些都只要 他在送這個表件進來 是 M16 M17就可以再穩重 按照新的標準 尊重彰化縣政府 完全沒有所謂的強力介入的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對這個部分就是說 完全遵照這個法律 是 我希望署長 因為我們約了非常多天 這個署長終於來了 我希望在明天還有更多的時間 因為這個風暴還在持續當中 關心台灣的社會正義 更關心彰化人的健康的問題 真的沒有替代方案嗎 非常謝謝署長同時 我們直接再次聽聽看 中興工學院的副院長 他怎麼提出所謂的替代方案 我們希望署長 在明天還可以撥空來到我們現場 不管跟專業人士 跟彰化人跟台灣民眾 環保政策 面臨到台灣非常關鍵性的一刻 進行對話 謝謝署長 我們持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其實我們現在國家大概有三個很重要的法案 第一個就是說 未來在二零二五要達到非核家園 那同樣時間我們的煤 用煤發電要減到30% 那我們現在發電量大概40%是用煤發電的 那這是第一個時間點 那第二個時間點是 我們在去年在巴黎協定的時候 我們的行政院會通過了 我們在2030年我們的二雅化碳直接排放 要比2005少20% 那我們換算成藍煤發電的話 也就是未來只能有10%的藍煤機組 那到2050年的話 我們的排碳又要減到50% 那你把它算成那個發電量的話 在2050年的話是沒有藍煤電廠 那也就是在很短的時間內 在現在是2016年 再超9年內的話 我們的這個藍煤電廠要從40%減到30% 那在5年的話只能減到10% 那在5年 在20年就沒有了 那所以我們這樣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 就是2030年只能剩下10% 這是我們在等於說發電協定已經通過的 那你可以想想到目前我們是40% 那也就是說未來在很短的20年內的話 15年內的話 我們有四個藍煤機組只能剩下一個 四個只能剩下一個 那你簡單算一下的話 這會是誰 那一定是所謂這些發電效率高的 也就是現在新林口新大林 有可能台中電廠 麥寮電廠 所有這些氣墊共識的藍煤電廠 都沒有機會 因為四個只能剩下一個 所以我覺得其實形勢上很清楚 那我覺得其實署長他的工作 其實就要跟王瑞華講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說未來我們四個只能剩下一個 再久一點都沒有 那你現在台化 你現在已經產生這麼大的問題了 那你的許可 你沒有辦法通過你十幾年前 你承諾的繁平 那是不是就做了吧 你就把藍煤的氣墊公升改成藍氣吧 還是換到一個更好的位置改藍氣 你不要再去增這些所謂的展延變更 你就好好的往前走 你如果往前走的話 你站到燃氣機組的那個量的時候 那我們的國家在氣墊公升法裡面 可以無條件收購你 那當然現在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的氣墊公升法裡面 你不同的燃料 你的價格都一樣 都是將近兩塊錢的 你燃氣也是兩塊錢 你燃煤也是兩塊錢 但是我們知道台化他們自己的發電成本 可能一度是不到一塊錢 它可以賺兩倍以上 那是因為利益太高了 所以大家都不捨得這一塊肥肉 那國家其實很講清楚說 未來我就把氣墊公升 有關這個燃料部分 你是燃氣 我給你價錢高一點點 那燃煤這不是國家趨勢 尤其現在我們中部的指報 物體這麼嚴重 以後你燃煤的氣墊公升的話 我冬天你發多少電 我都是零塊錢跟你才購 那這樣整個趨勢 如果是署長搭配經濟部長 很清楚講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這些就解決掉了 也持續鎖定 在台灣是不是全面陷入內鬥的過程當中 難道國民黨也面臨到關鍵性時刻嗎 來看大現場 詞 lui喬小姐 我 carne得大一點 我來看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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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都是國民族 我來看大現場 我快樂的東京 過長有一點點 我來看大現場 可以不足 文族 我來看大現場 我來看大現場 那是國民族 第一次的祭祷 进入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国庆 继纪念国父分工生生生一百五十季 诞成典礼开始 权力人员向国父同胜 鞠躬礼 鞠躬 再鞠躬 权力人员向国父同胜 鞠躬礼 大家好 好 今天在国陆的现场 看到我们中华民国 今天白鞠躬礼的国籍 旗海飘洋 让我们大胜地说 我爱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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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关键性时刻为您邀请到这几位特别来宾来 从靠近我身边来介绍起文化大学经济系教授也是前台南市长 许天才 许市长来到现在市长晚安 是 大家好 国会观察基金委董事长姚立明老师 大家好 晚安 民进党及立法委员李俊逸大哥 小军好 大家好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小军好 大家晚安 以及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洪孟凯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包括我们刚刚除了一方面独家专访的应援之外 台湾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势 刚刚您看到这是国民党大阅兵的画面 那联合网报今天登上头版头 可以看得出来 红习会11月1号 他说要登场了 那在此同时 我告诉观众新新闻 在这一次封面的故事里头 告诉我们说 乐生案中国国家副主席 竟然是这个案子的幕后黑手 真相到底是什么 来 我请教的是姚老师 从整体的态势当中 别忘了在昨天有一则 大家所关注的 在国庆蔡英文总统的演说之后 国台办的发言人安丰山特别提到 说所谓的九二共识 检验台湾当局善意的士金石 否认九二共识 但是这是走不通的邪路 因为认为蔡英文总统的演说 在煽动两岸的对抗 可是在此同时鹰派抬头吗 画面当中您看到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的研究员李毅 特别提到了未来台湾可能三种台海的情势演变 这个演变当中 连武力攻打台湾的时间表都出来了 明年2017年的元旦到2017年的5月1号之间 来 这个态势怎么看 一方面恫吓台湾 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吗 哈哈 中文字2020年 另一个抗赌 és junk assets 换阅 好 求求散 戳 unders 躁 你 做 eternal 在全世界沒有一個城市裡面 有這麼高汙染的燃煤燃電腦 燃煤是貫毒之手 美國費章醫學會 他就跟他說燃煤電腦 就是Oxiair,就是毒氣 我覺得我不能再莫不作聲 淋漓而死,不莫而生 我們就可以好好的吸一口氣 我們就覺得很幸福 這是我們對台化最卑微的要求 蔡英文總統的演說之後 國台辦的發言人安風山特別提到 說所謂的九二共識 檢驗台灣當局善意的士金石 否認九二共識 但是這是走不通的邪路 因為認為蔡英文總統的演說 在煽動兩岸的對抗 可是在此同時鷹派抬頭嗎 畫面當中您看到中國人民大學 重陽研究院的研究員李毅 特別提到了未來台灣可能三種台海的情勢演變 這個演變當中連武力攻打台灣的時間表都出來了 明年2017年的元旦到2017年的5月1號之間 來這個態勢怎麼看 一方面恫嚇台灣一方面利誘國民黨嗎 來 楊老師 我想剛才大家所看到的那個畫面 大概是我自己從小到大 大概都經歷過每一年國慶 或者還多次的碰到蔣公誕辰 就蔣宗正的生日 或者碰到其他的節日都會再來一次 那整個程序我們自己都主辦過 可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那個虛假性 我用虛假性的意思啊 你看剛才好幾位啊 那個帽子上都有個大大的國旗 我親自經歷過在台灣在大陸我都親自經歷過別人 就是下午才參加活動 晚上招待大陸有訪客到台灣來 有省級的官員到台灣來 聽處長級以上的 然後吃飯的時候啊 我就看到當主辦單位的秘書 秘書在那裡交代 因為我親自在場 請把那個後面那兩面國旗拿掉 你看剛才那個口號 我愛國旗 我愛中華民國 可是這兩件事情啊 在馬協會中間都講不出口 我愛的中華民國你要講出口來啊 或者中國去講啊 說這是你愛的嘛 這就是也是我愛的 這是我們台灣絕大多數年輕人 希望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不要干擾的 你自己所愛的中華民國 這太簡單了 你看我們現在的畫面 全面的國旗 可是你會發覺 這些所有這些話 我可以預料 洪秀柱到了 習近平面前 一個國旗看不見 一個中華民國不見了 這就是跟我 從小到大到現在 我還愛我的中華民國 我跟國旗的虛假性 就出現出來了 如果你真愛他 你就講出來嘛 如果他不讓我講 我就不去啊 我就不上啊 他要我 如果非要我去掉這個衣服 我就不去嘛 這種兩面性 是沒有辦法吸引選民的 所以 所以你剛才提到 中國其實也看清楚這一點 所以那個學者呢 才會 提到土崩瓦解 對不對 對啊 蔡英文1月16號 當選以來的台海情勢 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 第一 蔡英文永遠不會承認 九二共識及兩岸同屬一中 第二 蔡英文連任做八年 毫無懸念 第三 國民黨將很快土崩瓦解 綠營將長期執政至少二十年 而且會更加鞏固 來 楊老師 對啊 所以連中國大概都清楚明白 按照現在這樣子的發展 那個在大海 只在在五六年前還在講 寄望於台灣人民 寄望於台灣政黨的那個概念 已經沒有了 寄望於有些社團就根本不存在 對他來講 這群人根本不是他可以互動的 他要直接要跟現在的執政黨互動 又沒有窗口 所以他就必須他自己從另外走一條路 雖然那條路任誰都知道 那是個狂妄 毫無根據也不可能實現的武力統一台灣的路線 那是非常不入 沒有格調的學者吧 我們就成了為學校教授 說自己從一廂情願的看來說 我們可以用武力解決還定時間 2020一期好像他是 他是希特勒那種層級的人一樣 所以 其實中國應該很清楚明白從昨天晚上 美國對於蔡英文的回應應該是很有代表性 因為是國務院亞太司的人 應該是正正事事發表評論 那個就代表美國的意思 他非常肯定而讚賞 他這個很久 我幾乎很久沒看到這樣的字眼 他的意思等於是 其實這個評論講給中國人聽 說你是不是要回應一下 因為蔡英文說 我非常希望跟你談判 互相接觸 未經把那個彈性都拉到這裡 獨派人士都快翻臉了 可是我連中華民國都該講的都講出來了 這在以前民進黨裡面不會發生的事情 我已經都做到這種地步 你如果不回應我 那只能如此了 因為他已經到最高的地步了 那這個我相信中國他會考慮 中國打壓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民國存在的 你否認他 你跟中華民國就不可能正常往來 除非我們中華民國人 屈服在你的強大之下 這是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敢講的 說因為你大 所以我就聽你的 我必須要屈服你的訴求 就中華在講一個中國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除非台灣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這個潮流趨勢是他們要注意的 洪秀柱就算 十一十二月份到了北京 去跟北京有關負責人 重要的人物互動 他也需要他不是去 捧 就是說把中國的政策帶回台灣 而是把台灣的人民的想法 帶過去 如果他自己 講的是他自己非常狹隘的 一個中國的想法 或者一種同表的想法 假設 我已經不曉得他講什麼 那中國 並不會重視你這一場訪問 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沒有代表性 你可能在台灣的民意基礎 連吳敦義都沒有代表嘛 那因此 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領域那邊 我希望 這一個 洪秀柱現在領導的國民黨 要認真思考 也就是 你是 願意要回歸到民意的基礎上 因為那個是 不可逆的 不可以推翻你 除非有人可以說 我的論述非常有道理 所以我說服 可以讓大家變成變成多數 這個在 我相信在 許多人的論述上 都認為這是 不可能的 因為現在 這一個 認同 中華民國 這一個主權的地位 應該是台灣絕大多數人的共識 好 所以我請教是 子嘉董事長 當 中國人民大學 重陽研究院的研究員李毅 從一月份 來台 觀察我們 相關的選舉之後 他寫了非常多篇的文章 認為中國 對台灣的和平統一 已經不可能了 所以他主張 中國武力統一 而且越快越好 他建議 中國發動戰爭 統一台灣的時間 可以初步定在2017年的元旦 到5月1號之間 所以說 我這整體的態勢裡頭 來 這是中國的一個大戰略嗎 一方面 習大大跟阿條濟來招手了 利誘國民黨 一方面呢 恫嚇台灣 我隨時要攻打你 時間表都定出來 這個大佈局大戰略 來怎麼看 首先我跟你說明一下 這個整個背景 首先 中國當局恫嚇台灣 就是沒有放棄武力攻打台灣 這是一個長期的戰略 到今天過去未來都不會改變 這個是一個具體的 這是他們這個基本的原則 這備戰是他的武力攻台 改是他的基本的原則 這個原則目前為止 並沒有改變 所以 這最近這個十幾年來 他的調子改了 改成叫做和平統一 或是和平發展路線 那個和平統一的目的 還是為了統一 萬一和平統一不成的話 還是要武力攻台 這兩個先把前提先搞清楚 這第一個我先介紹一下 第二個我昨天早上 跟那個台灣最有名的民調專家 柳英龍教授我們有一個 動要討論會 柳教授告訴我一個數字 最近長期間來觀察 台灣的民意的走向 主張台獨的超過百分之五十 主張維持現狀的 大概目前看起來 大概二十四到二十五左右 主張統一的大概百分之十五 所以大概這三個數字 已經長期的穩定的 這個顯現出來了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數字代表 代表什麼意思 就代表了台灣民意 跟代表了整個政權的基礎 簡單講 這第二點我要說明一下 好 我們再回頭來看 國民黨的問題 國民黨今天這個閱兵 我看完了 叫做啼笑皆非 這個簡直這個 這個出洋相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出洋相 你國民黨失掉政權之後 你一直停留在這個 懷念的政權的當中 沒有再奮起 沒有再積極去想 一些作為 洪秀柱呢 他是一個小人物 幕侯耳冠 突然間他變成大人物之後 他想要掌握他的權力 他沒有本事 沒有論述 沒有方法 搞什麼玩意 搞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什麼東西呢 就是所謂的大中國思想 但這個思想我剛剛提到的 尤教授的數字 只有百分之十五 換言之講 洪秀柱如果繼續擔任 國民黨的黨主席情況之下 就是確保民進黨永遠執政 這個是一個好事情 對 民進黨不是壞事 我現在這樣講 但是好了 那就反過來談了 另外一個人叫吳敦義 吳敦義主張什麼 叫馬英九的路線 叫一中各表 洪秀柱主張一中同表 就一個中國 簡簡單 這兩個非常清楚的 一個有臺灣的元素 一個沒有臺灣的元素 這兩者就那麼簡單的差異性 那這兩個路線 目前還在鬥爭當中 因為吳敦義知道 要重返執政的話 絕對不能搞洪秀柱這個玩意 但是洪秀柱為什麼要搞 很簡單 黨內鬥爭而已 黨內鬥爭 他不是為了要勝選 不是要國民黨重返執政 那另外一點再繼續補充的 他這個習洪會或洪習會 的目的是什麼東西 今天北京當局 對臺的基本的策略 目前的選項 對民共關係來講的話 是封鎖的 是不跟民進黨往來的 不跟民進黨對話的 你看到國臺辦 對蔡英文的雙十演講的事故 的回應 是您剛剛提過的 叫做一條走不通的邪路 是非常嚴重的打壓跟否定 然後這個是國臺辦的回應 換言之講國臺辦 或是中國北京當局 對民進黨政府 目前採取的是一個 不往來跟封殺的一個態度 然後他怎麼辦呢 他要所以他要關心兩個重點 一個關心他支持 國民黨重返執政 是重要的一個策略 即使國民黨在任何的 在衰敗情況之下 他也堅定的支持國民黨 因為那個一個中國 是他一個不可能放棄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旗幟 這個旗幟不能讓他倒掉 這是今天中國共產黨的 基本的一個重要的選項 第二個東西 就是對民進黨政府 就是絕對打死不相往來 就回到剛剛姚老師提到的 您提到的 那個是亞洲 國務院的亞洲助理 國務卿叫Kambel Kambel今天講了一個 他跟國務院講一個重要的發言 他發言裡面講的很重要 他提醒兩岸要有彈性 要有創意要有耐心 這三個東西 就是彈性是講哪一方呢 彈性的一方講兩方 講兩方 換言之長並不是完全支持 蔡英文的講法 要注意喔 因為美國有個利益 美國利益不希望 在他的總統的選舉 當下落出一些事情出來 他擔心這時候 中共如果有像李毅這種說法 變成更高的聲音的時候 會有做出更激烈的動作 這個激烈的動作 讓美國的國務院很困擾 所以他其實在某一定程度的 是要壓迫我們的蔡英文政府 要有一定程度的彈性 另外一個耐心是對誰呢 對北京當局 千年要耐心 不可以照進 因為兩岸關係 現在非常的險峻 險峻的情況 對次態勢不斷的升高 那這個不斷升高 美國人出面 有這個要降溫的這個功能存在 所以回到剛剛另外講的這個 習鴻會這個事情 習鴻會這個事情 我根本我可以大膽的判斷 目前沒有定論 不可能 為什麼 如果今天習近平 如果同意見洪秀柱的話 就等於支持洪秀柱 擔任國民黨黨主席 換言之講 這中間一定經過一個協商 今天我們可以討厭共產黨 我們可以仇恨共產黨 但是不要忘記 他們是一批非常聰明的官僚 在統治這個國家 不能夠低估他們的智慧 國民黨 共產黨不會笨到 一意孤行去支持洪秀柱 這種不成才的獲勝 所以他中間一定有非常大量 而私下的談判 必須要介入國民黨 內部的權力鬥爭 換言之講 我根本大膽假設 洪秀柱一定被丟包 這我初步的看過 被丟包 當然被丟包 所謂的丟包的意思 不成氣候的人 最後就會下台一鞠躬 不愧是他領導國民黨 他是個過度的黨主席 他目前只是做一個 垂死前的一個掙扎而已 最後我的判斷 北京當局會給他一個很好的遵從 非常高的禮遇 但勸他 請你算了吧 不要再玩下去了 搗蛋下去的結果 只是我剛剛提到一個大前提 只是保障了蔡英文 八年執政 洪秀柱是最大的保險單 OK 最大的保險單 保證蔡英文的八年執政 甚至是不是民進黨的執政 真的可以維持20年 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今天瘋傳媒有一個標題 說共和黨被這個川普綁架了 宛如像施速列車一樣 那我們看到洪秀柱難道現在也綁架 國民黨那麼一路所謂的親中路線嗎 過去我們特別提到國民黨的親黨化 你知道在美國大選當中進入倒數計時 現在共和黨不停這個川普這種暴走的走向 簡直在黨內全面宣戰 禮拜一的時候呢 比如說川普他被這個大佬 眾議院的議長 這個Paul Ryan 表明不再替他助選了 那川普到了隔一天 就在昨天整個早上 都在Twitter裡頭瘋狂的發文去炮轟黨員 正式向共和黨來宣戰 他先發文說 儘管每一個民調都顯示我贏了 川普認為我贏了第二次的辯論 但是這個Ryan跟其他的人 他們的這種零支持讓人難以施展 他的一個所謂的拳腳 他接著批評Ryan的領導能力 認為他是一個軟弱無能的領導者 他的不忠搞的黨員都瘋掉了 然後把矛頭又指向這個共和黨內的誰的大佬 這個麥肯 他說嘴很髒的麥肯參議員在初選時求我幫他站台 我去了結果他贏了 好不忠誠的共和黨員都比邪惡的希拉蕊難搞 他們落井下石 好為什麼看這個畫面 這個 我請教君毅大哥 共和黨現在不知道怎麼樣去贏 因為呢 這個川普說你們共和黨不知道怎麼去贏 我會好好的教他們 隨後呢又發文去攻擊這個希拉蕊 這個態勢裡頭從川普的大爆走 失速列車讓這個共和黨難以招架之外 有人說國民黨現在的處境也非常非常像 來從大情勢當中 君毅大哥你看到了什麼 我想很多媒體現在比喻說 川普綁架美國的共和黨 就像洪秀柱綁架中國國民黨一樣 那其實非常清楚的 整個台灣跟中國的關係要從美中台三方來看 那中國堅持是什麼就是剛才吳董事長講的 忠實就堅持一個東西叫做一個中國 這個是他永遠不能碰的東西 那所以任何支持一個中國他都會把他納進來 所以這裡我也許跟吳董事長看法不一樣 我認為他會接見洪秀柱 他也可能會接見吳敦毅 他們幹什麼 現在中國國民黨裡面除了黨內的競爭 兩個在爭未來的黨主席以外 他們還爭什麼爭在中國的代理權 就是這樣而已 那洪秀柱現在說法很簡單 就是我就是一個中國 那我在禮拜五質詢林權院長 我說非常清楚的 你如果仔細看最近的紀錄 我們的卸任官員跑中國的非常多 光是胡志強一個人去了十次 郝龍斌去了五次 卸任的官員通通拼命往中國跑 為什麼 那第二個大家爭議很大的 藍縣市八縣市有沒有 跑到中國去 然後有八點共識 這藍縣市是接受一個前提 什麼前提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那我就要請教說 國民黨的包括洪秀柱也好 包括吳敦夷也好 要不要跟全國大家說明清楚說 未來是不是中國國民黨就接受了 中國要求的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如果是這樣的前提 跟全國講清楚以後 那再來做你們的動作 所以其實非常清楚的 現在國共合作 這個我們早就預期在內 那國共合作的原因 不是為了台灣人民的新生 不是為了台灣的發展 國共合作的唯一原因是 裡面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 內部的權力鬥爭 就是吳敦義跟洪秀柱 而且他們是公開幹上 吳敦義跑到美國去罵洪秀柱 那洪秀柱在台灣 今天有一個很有趣的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閱兵的場面 是 閱兵的畫面 今天在立法院 還發生一個有趣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進行大法官的審查 大法官審查公聽會 結果國民黨自己又去開一個公聽會 說我們不接受蔡英文這個皇帝提的大法官 我們自己開一個公聽會 結果公聽會到最後怎麼樣 到最後參加人數不足 潮潮了事 所以我們不知道國民黨現在的目的到底在幹嘛 所有的東西他都在對抗 國慶不參加 大法官審查不參加 通通不參加 那唯一的目的是什麼 滿足洪秀柱的個人欲望 可以站在那裡閱兵 那真的是國民黨的希望就這樣 那我們現在只問一件事情 請國民黨交代清楚 是不是國民黨現在就接受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這必須跟台灣人民交代清楚 第二個 如果蔡英文講的 正是中華民國存在 這個國民黨沒辦法接受 中國沒辦法接受 那這樣國共合作是一定必然而然的 所以我們聽到說 蔡英文講正是中華民國的存在 這個除了我們獨派大佬 確實有一些聽起來不太爽 但是也接受了 但是唯一跳出來反對蔡英文這樣的說法的 只有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 那這兩個其實目標都一致 到底在幹什麼 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解釋清楚 所以非常好 這位大哥當洪秀柱如果習大大 真的在十一月一號 跟洪秀柱真的見面了 觀眾朋友 蔡英文總統在十歲 在十歲的時候在國慶的演說 正是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之外 事實上他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中國跟台灣兩岸的執政黨 應該放下歷史包袱展開良性對話 就是說我民進黨 我執政黨跟對岸的共產黨 我們兩黨 兩岸的執政黨應該要放下歷史包袱展開良性對話 創造人民兩岸人民的一個福祉 這個也包括美國的國務院東亞發言人 Richard Allen 他都已經特別提到尊重兩岸進行建設性的對話 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態勢是非常非常清楚 可是如果這樣一個公開喊話 習大大到最後招手來見面的是洪秀柱 而不是在兩岸現在被全面封鎖 在國際前全面打壓台灣的狀況之下 有任何良善的一個消息釋放出來 我們應該怎麼看 這個地方我請教的是這個副主委 你們所瞭解 當條際見到習近平的時候 他心中有國旗 大家毋庸置疑的 但是真的嗎 會拿著國旗去見習大大嗎 這麼輕而易舉的動作辦得到嗎 來怎麼看的孟哲 我先講一下就是剛剛這幾位來賓 就是說當然每個來賓有各自的立場 那我們都予以尊重 但是並不是事實的地方 我還是要予以說明 到目前為止 洪席會是還沒有確定 這是事實 就是說在11月2號11月3號 這個是所謂的叫做兩岸和平 論壇這個部分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 那這個是由20個團體 來做一個承辦 也不是國民黨主辦 也不是共產黨主辦 是民間主辦之後 邀請各自的這個參加 那也因為為什麼會有這樣 就是說現在官方的這個對話 也已經沒有 那為什麼官方對話沒有呢 其實就520之後 因為蔡總統蔡政府上任之後 他可能一些施政上來講 造成是說中共這邊不想要去 跟他有所接觸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關聯 也因此才會有這樣的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 那這個論壇裡面 其實主要分5個部分 就是政治青年文化 經濟跟教育 這5個組別 也因此呢 國民黨洪秀柱主席代表說 他會去參與 並且去參加這幾個論壇 我想這先來這個說清楚 那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閱兵 其實我反而跟各位的這個觀點 比較不一樣 我本身之前在美國念書 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留學生 不管說你的黨派是什麼 但是我們出國時候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是中華民國國民 也因此在國慶日那一天 其實我們會號召我們一起的學生 我們自己拿著大國旗 在美國的街上去遊行 我們自己揮舞 我們自己慶祝這中華民國生日 因為我們知道是說 覆巢之下五軟軟 也因此呢 今天看到這說這些畫面 剛剛來賓也有講 是說好像小時候有看過 其實對我來講 我出生的時候已經差不多解嚴了 我有意識的時候已經解嚴了 我其實沒有說看到 真的很這種軍國體系的這個畫面 但是對我來說 為什麼站在阿條要記的 不是副總統吳敦義 不是王金平 也不是前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 站在他旁邊是新黨 過去大家質疑 這個活動他也不是 國民黨主辦 在這樣的畫面當中 似乎表露無遺 所謂的國民黨新黨化 其實這個活動也不是說 國民黨主辦 我想這也要再澄清一下 不是說國民黨主辦 而是說那個愛國這些團體呢 他們可能邀請洪秀柱主席 那洪秀柱主席大家去參加 那其實上午對照國慶日上午的 這個國慶大典 其實我想 心裡很難過的人 洪秀柱主席一定是其中一位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過往每年的國慶 洪秀柱主席都有去參與 甚至可以調資料畫面 陳水扁執政那個時候 洪秀柱主席也有參與 但這一次 為什麼今年特別說沒有去參與 其實主要並不是說 我不想要慶祝這個國家生日 而是針對520之後 這個新政府來通過一個 所謂的黨產條例 那這個黨產條例 8月通過 8月掛牌 9月就來做一個凍結帳戶 10月就來開公聽會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有點像國家的公器私用 造成政治追殺 也因此沒有辦法說 很歡天喜地的 辦喜事的心情去參加 這樣的一個國慶大典 也因此他心裡一定難過 但是我說實在話 愛國之心的人都有 也因此洪秀柱主席 參加下午的這個活動 那其實就像我那一天 我那一天我也沒有去參與 這個不管說現場活動 可是我自己在家裡 聽到唱國歌的時候 我自己肅然起敬 我覺得是說 每個人有不同的表達 你自己愛國的一個方式 是 所以重點在於說 我們不要講這個形式 他即將要去會見一個 可能陳金鋒唱了國歌之後 要去打壓台灣的國家 就是西大大的 中華中國人民共和國 即將可能面臨這個態勢 所以呢 要去表達出什麼樣的心聲呢 我想請問一下 在這個整體態勢 孟哲特別提到的是 那中國如果子嘉所講的 中國有他的大布局 這個所謂的大布局 那在政治層面方面 國民黨也有他的路線的一個考量 那共產黨如果他的大布局裡頭 要扶植國民黨能夠重返執政的話 又看到小英的民調持續去滑落 可是在資金面方面 我們稍後有關鍵性來賓來到我們現場 我帶出另外一個元素 那市長繼續幫我們做補充 我們說政治面是這樣子 可是在資金面方面 中國也全面的大布局嗎 這是在這一期的新新聞 明天你可以看到新新聞的這一篇的一個報導 你看到這個封面 新新聞說中國國家副主席 竟是勒生案的幕後黑手 OK 這是他的封面 在裡面也出現這樣的一個標題 這是Cover Story 他這個報導裡頭大致講什麼呢 他說我們的國安單位 最近接到有關勒生的相關情資 他的情資是說勒生案不但涉及到 公開收購違約內線交易跟股票炒作等等 可能涉及到中國高官洗錢的疑雲 那值得檢調深入調查 裡面洋洋灑灑寫的有包括像是 許金龍 鄭鵬基 王傑 莫兆傑等人的名詞 而且簡短的交代案情 那令人側悶的是中國國家副主席李元朝 那包括他的外圍跟洗錢幾個關鍵性的一個大字 好 這樣的一個情勢發展 我們本來說中國的資金到底有沒有介入勒生案 是不是在留台灣 那減掉又怎麼去辦 來 這幾個情勢包括外界在關注 樂生三個讀懂跟中國之間 是不是也有緊密的關係 來 許市長怎麼看 首先我們看這個新新聞所做的資金 私募資金的這個表 比如說公開的依照我們這個法令 或是證交等等的這個規定 公開募資的部分 已經很明顯它極大部分的資金 在過去發行的時候 募集的時候都是來自中國 所以表示說熱勝的老闆 這個跟中國早就有非常密切 比一般企業 這個一般上櫃上市公司 還更密切更緊密的 更重大的資金來往 那這個時候我們還要知道說 台灣金融市場有兩個 一個是所謂合法的公開的 這個檯面的正常的這個金融市場 一個是所謂的地下黑色金融市場 那曾經有一個檢調單位的 這個國際洗錢中心的高級人員 私下跟我聊天的時候說 我認為台灣的這個地下金融太嚴重了 他說我說大概三成四成有吧 他說應該一半一半 應該一半一半 那這一半一半為什麼這麼嚴重 當然跟中國有密切關係 所以如果今天國安單位 真的有這個情質的話 趕快公開這個沒有什麼 這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然後問題就是今天我們的金管單位 面對這麼重大的 那麼多這個善意的投資人 無知的投資人被害被坑 今天還在踢皮球 還在互相推卸責任說是誰的問題 誰的問題 這個在一個先進國家的話很清楚 如果他是一個弊案 是一個犯罪 是一個醜聞 應該當季立斷 該做的抓 該這個凍結的這個財產 要凍結 該查公的馬上查公 迅速處理 我們跟照報案一樣 跟TRF一樣 到目前這個熱身案還在拖 這是我們認為新政府 沒有財經管理人才的 嚴重的地方 那剛才提到說 這個台灣到處亂到處 這個都在所謂的這個鬥爭 台灣鬥爭不稀奇 民主政治是鬥的文明 鬥的野蠻 鬥的陽謀 鬥的陰謀 這個本來就競爭嘛 競爭超過那個界線 超到文明 合法的界線 就是鬥爭嘛 但是怕的是內亂 那內亂 內亂最怕的是什麼 內神通外鬼 內神通外鬼 那我們今天不客氣講 這種夜兵典禮 在台灣也不稀奇 他是要延遲給誰看 要延遲給誰看 如果要延遲給我們廣大的 台灣的民眾朋友看 那平常他就看 那些做公正英文的糟團 去便宜館那裡 財大氣出的 他也會弄一些儀隊 十個人二十個人 在那邊替政府 在那邊弄啊 那是一個家人 把他家人華為化啊 也沒什麼 但是今天啊 為什麼你們用地方 要包圍中央 要講這個和平 講這個財經 講這個經濟 講這個大陸客 講這個什麼 來採購農產品 那你八個縣市長 為什麼不召集你的 這個所謂 積極支持你的人 去跟中國一起 代表一起討論的人 那些上街頭 表示我們要顧民生 顧北斗啊 所以國慶是一回事 我們的北斗重要啊 你看我們在那邊 這個要拜託拜託 我們的新政府 蔡英文的總統的政府 來顧及我們這些 他可以這樣訴求 所以這個時候 他到底要表演什麼 造勢嘛 造勢目標 對象是誰 先弄清楚 當黨主席 你弄出這個節目 你內部要檢討 你目標是什麼 你不要浪費民主民告 也不要浪費這個黨產啊 也不要浪費這麼寶貴的 這個時間啊 那主舞台 合法的植物台 正統合法的植物台 因為人家是民主基礎 選出的總統 選出的這個執政者 已經在那邊 舉行 這個國家慶典 不管這個國家 現在是怎麼樣 他愛這個國旗 他愛中華民國 他為什麼不愛這個土地跟人民呢 好好講啊 那時候阿扁都勉強也好 後說他很自然也好 他提到中華民國 他也要提到民主萬歲啊 也要提到台灣萬歲啊 不是這樣嗎 那你今天紅袖住 你要拿台灣人民的票 光國民黨員給你 光你那邊給你 或是中國給你票 不可能嘛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回歸民主機制 你應該先把民主這個基調 這個基本的舞台 把它穩下來嘛 是這樣子嘛 那如果說中國跟資金 這個你看香港 要所謂1997回歸之前 他們利用長達十年以上的時間 進行經濟金融 前面的這個 所謂的化整為零 或是這個精分蠶食的一個佈局 所以弄到最後 什麼大企業他都參股了呢 什麼大銀行他都控制了呢 等等等等 然後後來97以後 他亂以後 那亂也是不成亂 因為他只要的經濟面脈 只要的經濟的這個主要的那個力量 他已經穩控了 他已經穩控了 所以很多人怕說 這個 所謂這個 這個 這個木馬塗層劑啊 可不可以這個問題啊 是 那就是內神通外鬼 那內神通外鬼 他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裡面 內神通外鬼不怕 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民生 這個療困 怕的是政治的亂舞彰化 怕的是政府效率差 怕的是這個政務 以及領導人才呢 在當機率的時候放了手腳 所以你要維持現狀也好 你要做什麼布局也好 你現在從短到長 從近到遠 從自己到整個國家到整個世界 你都要全盤掌握嘛 所以不要說小國沒有用 今天如果大國才搶的話 聯合國應該是聽不聽美國的啊 聽不聽這個 常設理事會的啊 為什麼還要投票 那投票為什麼還常常呢 不了了之 所以這是一個多極化 極端的極 多假化多極化多元化 不論大小 通通很重要的一個新的國際情勢 你不要小看一個國家 因為資金來往 從小的地方 可能弄出國際的大危機喔 你看這一次美國 臥美聯合起來 要對新興國家 Emerging Market這個市場呢 進行金融戰 所以你看他們多團結 一下子哇 台幣的貶值 一下子美金 何德何能又升值啦 等等等等 所以這個金融戰 這個經濟戰 才是我們長期要考慮的 為什麼我在 好像我是上這個節目的時候 提到了福佛喔 是不是 為什麼要提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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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經濟史的人 研究二次大戰前後 因果因素的人 這一個經濟脈絡 絕對不能不重視 絕對不能不重視 很清楚 台灣機會多得很 台灣呢實力強得很 但是呢 弄成今天這樣 弄成今天這樣 我們真的很 這個很無奈 這個很無奈 所以這個國民黨 今天表現這個 但是呢 這一個時候 又扯出了熱身案 熱身案是一個 本來就是一個金融犯罪 或是證券犯罪 或是經濟犯罪 那你應該 某地方說 很快 信也不及原則 也不及原則 也不及原則的方式 加以處理 不要讓他事端擴大 或許還有些錢 沒有跑出去 結果現在弄出洗錢 如果真的是洗錢的話 一進來一出去 進來的少 帶出去的多 那受難的受害的是 廣大無故的 這個投資者 政府要不要負責 金管道要不要負責 證券交易 交易市場的這些老闆 這些這個所謂董事黨 等等要不要負責 不要當太平官 台灣機會多少人 不要你坐在那個位置上 把很多問題 該處理不處理 露到今天 我沒有責任 我開始中性處理 弊案你怎麼中性處理 這是弊案 這是醜聞 這是經濟犯罪 你儘管單位怎麼中性處理 已經本來他都沒有中性了 都是利害關係 都是利益衝突 都是這個違法 違規 有待你去抓弊的 你怎麼中性處理 你居然說 假設有罪 悉心 這個大膽假設 悉心求勝 用高效率的專業能力 跟你的機制 去處理才對啊 所以這個 我上節目好像說 你怎麼這麼衝動 因為時間很短 我沒說我比較冷的不行 我們台灣好好的 背水弄成這樣 好 我們的經濟倒退16年 現在政治 好 中國搞不好 把它倒退16年 今天 要兩岸和平 兩岸和平是誰要的 是中國要的啊 當然我們是實質要和平 但是他要假的形式和平 所以你看克林頓 美國前總統 幾次來台灣 都在關心什麼 你們千萬不要跟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簽什麼和平協議 你們千萬不要 不管是阿扁執政 不管是美國很怕台灣 跟中國簽和平協議 頭又乾掉了 阿嬤又吹掉了 他們是假的 假的靈體 你就是要把阿嬤滾出來的死 你看表面火很漂亮 又給你鑽鑽石 沒有用啊 他們是要讓美國死的 要給你頂死的 所以假的和平協議 我們不要 真的和平 我們要有實力 要有誠心 要有耐心 要有智慧 要有勇氣 要堅持 那不是這樣 所以你說 今天的國民黨 對台灣如果還有價值的話 他想一想 先國民黨 要台灣人的票 要兩千三百萬人的票 你不只是要幾%的票而已 你要想說 你對台灣的價值是什麼 當然是 不管是那個政黨 當然是和平環蟲 那如果你連和平環蟲 都不能做出貢獻 變成一個障礙 變成一個障礙 變成了自己 把自己弄亂的 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怕什麼 我常說 政策責任可以很清高 他像蠟燭 變燃自己 燃燒自己 照亮被人 但是蠟燭要自己站穩 蠟燭不小心 倒下去的時候 變成火災 我為國犧牲了 我自己燃燒掉了 但是你把一棟房子 好好的把它燒掉了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政黨也是這樣 政黨你的價值在哪裡 你的歷史責任在哪裡 你要留給千秋 萬事的人去檢討的 所以這個時候 當下臺灣好像是危機 但是處理不好 真的是危機 但是處理的話 那是轉機啊 你誰敢破壞 臺海的安定和平 如果是國際的共同的敵人 你招架得志嗎 你承擔得起嗎 所以現在兩岸關係 高退十六年 是誰的責任 大家都在認真觀察 如果誰該負那個責任 一定是國際譴責 拋棄的一個對象 我覺得非常謝謝市長 有感而發 帶出這段內容 那他提到一個非常關鍵性 一個政黨 甚至身為執政黨 你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麼 我要播放 在剛剛我們獨家專訪 環保署署長李應援的現場裡頭 我播放蔡英文 在2011年的這一段的畫面 那這段畫面非常關鍵 那有人說 當這個2011年 蔡英文總統 在這個中台灣現場的畫面 到了今年的2月26號 再度被重播時 那蔡英文總統看完之後 那看完這個影片 跟底下的醫師 葉光彭律師特別提到 哇我們被你們套住了 蔡英文總統到底說出什麼話呢 是不是一個執政黨的核心價值 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 我們聽聽看 蔡英文的這段談話 然後我們繼續來談 因為樂生案 你能夠不重視嗎 為什麼 許市長會說的 如此一個氣憤 認為你公權力 到底在做什麼 當許多的大事件淹沒的同時 樂生的受害者 有多少人 還在黑夜中哭泣呢 誰替他們 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 誰還給他們公道呢 這裡頭包括了 有彰化憲議會的議長 謝典玲 他自己也說 他也被樂生騙了 好我們持續來談 先聽聽看 蔡英文這一段的核心價值 勾勒出什麼內容 而如今的民進黨 真的忘了嗎 蔡英文總統 你該不該出手呢 來看大現場 今天我們都在這裡 包括我們的書前院長都在這裡 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 這件事情關切了我們台灣未來的發展 也關切到說我們是不是準備好 要面對台灣大家的期待的轉變 以前大家要工業發展 以前大家要經濟發展 以前大家比較不重視環境 我要告訴大家 今天已經不一樣了 長期工業化的結果 台灣付出很多 台灣的環境也付出很多 今天台灣 越來越多人覺得 我們需要有一個乾淨安全的台灣 我們必須要重新思考 跳出過去的框架 今天是一個很好的轉折點 我可以理解 馬總統面對產業的需求 跟環保的標準的抉擇的困難 其實這個困難 就是要領導人來面對 要領導人民 要領導這個國家 跳出舊有的框架 我們走向一個乾淨的家園 走向一個充滿人文 充滿價值 充滿科技的一個新時代 工業生產 大量的工業生產 忽然我們的家園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們必須要下定決心 走向一個新的世代的產業結構 走向一個新的世代 台灣的家園的文化 可是還有國防實話 都不是我們現在的選項 也將來都不是我們的選項 我們要想一想 我們現在要給我們下一代什麼 我們要留給我們下一代什麼 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責任 我們要留下一個美麗而乾淨 可以世世代代 在這裡安靜樂業的台灣 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 來我請教子佳哥 一個政黨 尤其執政黨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我們一路談過來 剛剛從蔡英文的談話 以及我們所關切的是勒聲案 勒聲案 減掉到底在辦什麼 你知道嗎 謝點鈴說他自己 會花錢去儲值打電動 又聽信政界朋友的建議 所以他買了勒聲股票 我第一次在100塊錢買了10張 疊了7根疊停板打開之後 又買了10張 總共投資150萬元 到現在呢 謝點鈴呢 他持有的樂聲股價呢 還都沒有賣出去喔 股票到現在 他持有樂聲股票 都還沒有賣出去 他說如果白尺乾頭 沒有經過投審會的核准 跟中信穎的出面收購 他去掛買38000張 券商會理他嗎 那投資人會相信他嗎 所以呢 他也要掛5萬張買單 然後拍拍屁股說 沒有錢了 再去放空 所以他認為說 投資人訊息的訊息是最少的 他們怎麼有辦法說 有這個去看白尺乾頭的財力證明 只有中信穎跟金管貴跟投審會去查 不是嗎 政府當然要釐清各方的責任 我這番話 我呼應他的話 等於是剛剛回應 這個許市長心中的憤怒喔 一個執政黨 你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而現在檢調辦這個案子 到底在辦什麼 來 子佳哥 樂聲案本身 他是一個前朝的疲漏 等於說馬英九的親中政策 所創造出來一個特殊的環境 搞成一個非常小的一個公司 能夠利用所謂的中國概念股來炒股 他基本的邏輯 是從這個原則開始的 所有的犯罪的思維 是從中國概念股開始 所以你看他買了兩家公司 一家叫tiny piece 是一百萬人民幣的公司 他用了二十八億二十九億去買 另外一個兩百九十八萬人民幣的公司 他用了五十三億的台幣去買 這是個典型的犯罪跟詐欺的行為 是馬英九的政府的時代的金管會無能 包括所有的經濟部投審會 包括貴買中心整個的集體犯罪 我的定位就是我的定義就是 尹啟明加上許君榮這個犯罪集團 利用當時很特殊的親中的特殊環境 而中國概念股來把這個夢 主要中國夢 中國炒股夢 膨脹到無限大 才能夠幾百萬 也就是說幾百萬台幣 一千多萬台幣的一個大陸的公司 騙到了七八十億台幣 好這是整個大的背景 那這個可惡的是在哪裡的 可惡的是說馬英九幹的一些爛事情 一堆屁事情 我們現在的政府完全沒有作為 就坐在那邊挨打包庇 袒護 所以在我們苦苦哀求的幾個月當中 終於把丁克華換掉了 換掉之後呢 結果我們要面對今天股票多少錢 十九塊半 我告訴你最壞的消息 我要是 我剛進來之前我特別看 十七點五股啊 那我這個是更 今天十七點五五的股價 謝天河說一九九到十九 就會更慘了 今天只有一九九到十七點五 最高的股價一百九十四 甚至還有衝破兩百塊錢 趕緊收盤 因為我知道幾乎每一天都在 跌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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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點五五 這個會繼續跌 最後會跌成到 最後會下市 這個股票毫無希望 這是目前的情況 但是這裡面重要在哪裡呢 這兩萬多個小股東 兩萬多個小股東 每個買一張的小股東 跟買兩張三張的小股東 他們都是年輕人 他們都湊了幾萬塊幾十萬塊 去認這個股票 現在在這邊苦苦哀嚎 這個過程當中 政府完全沒有任何一點的救助 沒有一點的幫忙 包括連基本上司法應該要有的 應該要有的 要有的這個積極的作為 我們現在也沒有看到 引起民回來了 放回家了 然後呢 這些小股東現在在哪裡呢 小股東完全 我們的新政府不理不睬 沒有聽到任何一點點的 同情跟作為 而可惡的是什麼呢 可惡的是在八月十二號 趙天林在呼籲這個事情的時候 如果政府當時有任何一點 積極作為的話 就可以遏止住 這個事件的爆發 就可以把最後一段的 空頭的 凸英的坑殺小股東的可能性 能夠控制住 這些 所以怎麼講法呢 簡單講 這就是一個犯罪集團 加上政府當幫兇 結果的這個 這個的一個事件 到這個事件呢 今天政府還是沒有作為 所以回到你講的這個 價值觀的問題 那剛剛提到的這個 我們蔡英文政府的價值觀 蔡英文政府政府有很多 你怎麼看他剛剛在二零一一年 這段談話 你怎麼看 蔡英文之後你的感觸是什麼 這個要有個 我們一個政府 要有個國家發展的總戰略 有個總戰略目標 這個總戰略目標下面 會包含的不同的價值觀 我們舉例最近所發生的台化事件 就非常典型的 這兩種價值觀的衝突 就是環保的價值觀 乾淨家園跟產業發展 我們企業繁榮 這兩種價值觀互相衝突 互相衝突之下 應該由我們的更高層的行政院長 或是更高層的政務委員 出來協調或調和鼎奶 調和這兩個價值觀 達到一個妥協點 取得大家的平衡點 結果這個政府沒有作為 結果讓環保署署長跑出來 他應該是要堅持乾淨家園 環保的原則的價值觀的這個首長 他跑來扮演了一個喬世勤的 一個妥協的執行者 非常奇怪的一個角色錯亂 所以換言之講 蔡英文總統所談的價值觀 中間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價值觀與價值觀衝突的時候 政府或高層決策單位 要扮演一個協調跟調和的角色 那今天這個調和的角色不見了 所以整個政府產生了混亂 是混亂當中有多少無辜的受害者 混亂當中有多少無辜的受害者 其實現在熱身因為協調會還在召開當中 要來參加我們節目的Joy 那今天白天的時候 我們製作人跟他聯繫你知道嗎 他告訴我們說 他是三個孩子的單親媽媽 國小二年級的孩子問他說 媽媽你是不是被騙錢了 你是不是去賭博了 這次發起自救會代表了他 他的家是在台中 他說原本他參加這個樂生的收購案 只是想說讓孩子有多一點點的保障 生活過好一點 所以他用115塊錢的價格買進 賣給了白尺甘頭128塊錢 收購價的話 一張其實他可以賺1萬3千塊錢 所以呢等於說白尺甘頭在宣布 我128去買的時候 我115去買 我當然一張至少可以賺1萬3啊 所以呢Joyce告訴我們說 他用自己跟家人的名義總共買了32張 而且只要交易成功能夠現賺30幾萬 可是經過政府通過之後 中信金也跟白尺甘頭訂定這個契約的交易 應該沒有風險啊 現在不僅沒賺到股票賣在最低點 整整賠掉他三年的生活費250萬 資金的壓力讓他一度在家中昏倒了 每天都要到醫院去做治療 他一直不敢讓他的孩子去看電視 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去解釋 但是怎麼辦呢 孩子一直問 媽媽你到底是不是被騙錢 你是不是賭博呢 來楊老師 怎麼樣看這個政府 給這些受害者所傳達的核心價值 到底是什麼楊老師 對啊最近這幾個案子 都是考驗執政黨的核心價值 勞基法的修改 蔡英文定調 這是涉及到勞資雙方 現在政府所處的立場 也就是你究竟是不是去旅行長期 你站在勞工的立場 為勞工爭取最大的 所謂勞工的這個福利 不論是工時的減少 或者待遇的提高 在最近有關的這一個 同樣的這個在台化也一樣的 中央政府現在有官員介入 所有的人都在看 本來以為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法律規範的問題 這個污染那麼久 可是中央政府介入每個人都在觀察 你中央政府是不是放水 會不會因為你的介入讓你的忠心思想 也就是你長期就像剛才影片 蔡英文自己在地方所說 也像我們昨天所提到 他對於彰化人民的承諾 他是不是遵守對於彰化人民污染減少的一個承諾 這都是核心價值 我們剛剛講到樂生案 我想子家兄跟市長都提到了嘛 真正的問題出在前朝 在金管會就出問題 投審會出問題 公司的董事出問題 如果沒有檢調的動作 我們會知道樂生案嗎 這個非常清楚 就是說民進黨的價值就在那裡 不容許這個中資來影響台灣正常的股票值 對啊 所以丁克華下台了 不是嗎 所以非常清楚了 我倒要問問 引起民的責任在哪裡 張勝河的責任在哪裡 鄭明忠的責任在哪裡 到現在還在那裡囂張說 我不知道我沒有事 所以這個非常清楚 但是我也歡迎大家繼續監督民進黨 如果民進黨執政做得不夠好 或是速度不夠快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要求 這正是我禮拜五要求行政院長 如果政治敏感度不夠 反應不夠快 論述不夠清楚 這樣的政府官員都應該下台 這個才是民進黨展現給台灣人民的 一個基本的態度 我們要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這才是民進黨的基本價值 基本價值 面對問題要解決問題 而且在這個狀況之下 那不要忘了趙豐金 不要忘了勒聲的收購案 這個騙局兩萬多人的受災戶 其中包括彰化園林跟陸港的災情最為慘重 為什麼陸港小鎮變成一個重災區 三立新台灣加油 我們持續為您追蹤 包括台化風暴的持續的演變 會不會造成無辜的員工又要再次走上街頭 但是也要提醒所有的軍人朋友 現在新的颱風又要形成了 連續的颱風在重災區在台東 你知道嗎 南橫山路已經變成是一個重災區 清脆山軟為什麼頓時變色 這一些在在考驗我們的執政當局 包括地方的父母官 怎麼及時最應變 非常謝謝各位 我們持續守候台灣這塊土地 明天晚上同一個時間 我們再會了